《情深深与萌萌》演员现状,一位国家一级演员两位成夫妻,三位已离世。 说起琼瑶剧,估计狠独809时候的小伙伴都不会忘了《情深深与萌萌》。 虽然这部剧的情节现在看来已经尴尬到窒息,但是这也是咱们的青春呀。 2001年播出时,这部剧在亚洲获得巨大成功,并在中国大陆成为年度收视冠军,逼近红遍亚洲的桓朱格格的收视率,也是2001年韩国演信收视率最高的中文剧。 当时对这部剧里的演员也是十分的喜爱和追捧,赵薇,连行如,苏友鹏,古剧基这四大主演的现状,大家也是大家非常的熟悉了,就不再赘述了。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,其他的演员的现状如何呢?一起来看一看吧。 方宇,李宇 李宇 李宇 李宇1976年12月20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93级表演戏。 参演的首部电视剧就是情深深与萌萌,因为是演芳于走红,之后出演过情义两重天,莫代黄飞等剧。 2009年3月14日,李宇因患淡白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。 她也是继香妃刘丹之后,又一位突然相消遇远的琼瑶剧女演员,陆尔豪,高欣。 高欣饰演的豪门公子柯杜二豪也是深入人心,之后几年高欣一直在试图转型,但都成效甚微。 2014年,高欣宇胡歌、刘陶、黄伟德合作主演古装传奇剧《狼牙榜》,在剧中饰演东宫太子萧景轩,演技炸裂,很多人都没认出来她就是当年的陆尔豪。 现在也是在走实力派男演员的路线。 高欣的妻子王艺南曾在情深深与萌萌中饰演陆星平、李克云、徐璐。 以前看逐步电视剧里的时候,小伙伴们一直在争辩的点不尽在一平和如平,你选谁?还在方瑜和可云。 你选谁?徐璐原名徐璐、可云之后,他主演了古铜语和金粉世家,颇受欢迎。 如今徐璐已经淡出演艺圈,专心照顾家庭和孩子,他的老公江泰阳是编剧兼导演,两人也是音戏结缘。 陆孟平、乐佳童。 乐佳童因为这部剧走红,之后还出演了爱情宝典。 2005年,乐佳童与加拿大籍华人富商朱瑞在香港注册结婚,有两个儿子。 早早退出娱乐圈的乐佳童,虽然已经渐渐被观众淡忘,却是为数不多的豪门幸福女星之一。 陆振华、寇振海 寇振海绝对是属于大戏婉城的男演员,46岁因为情深深与萌萌力霸气的黑豹子陆振华走红,之后就走上了老爷专业户的道路。 如今寇振海 于校21岁的妻子李婷生活幸福,还有一个8岁的儿子,王雪琴、王林。 雪姨 雪姨应该是很多人童年除了容嬷嬷最好人的反派角色了吧。 当年王林也只有30岁,比女儿林心如智大了6岁,燕绩还是很好的。 之后她就走上了坏女人的道路,燕绩十几年,最让观众难忘的还是颇有心计,骂宫游慎的雪姨。 傅文配 徐姨 徐姨 徐姨是上海话剧中心的演员,也是国家一级演员,很多人是从情深深与萌萌认识她的。 年轻时候的徐姨也是大美人哦。 2010年徐姨还获得了作林话剧艺术奖《终身成就奖》。李正德、曹秋根 李正德、曹秋根不仅成功地塑导了秦深深与萌萌中的李副官,她还在电视剧《海天作证》中将一个充满正义,与犯罪分子斗志斗勇的海关卫视表现得十分生动。 2011年10月18日凌晨,曹秋根因一线癌在上海大华医院病逝,享年58岁。 秦武爷,黄达亮。 黄达亮在《茉莉花开》、《半生园》、《情深深与萌萌》等影视剧中都成功地塑造角色。 其中在《情深深与萌萌萌》中饰演的秦武爷一角深入人心。 生活中的黄达亮是个好丈夫好爸爸,与他塑造的很多凶神恶煞的反派角色大相径庭。 2013年11月9日凌晨,黄达亮因心脏病发不幸去世,中年70岁。 说说你当时最喜欢这部剧里的哪个角色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